你也可以称之为Y都可以 然后我们怎么求解上面的这个函数的一个极小值呢 这个方法我相信大家在高中的时候都学过 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要求解一个函数的极值 我们是不是直接求这个函数的导数 然后再检验这个函数的导数是否是我们需要的极大值或者极小值点 通过这种方法就能够求解 梯度下降算法与我们高中学的求极值的方法非常非常类似 但是不同的是它有一个迭代的计算的过程 就比如说我们要算一个这个函数Y等于X平方乘以3X这个极值 那我们首先求这个函数的导数 这个函数的导数是等于多少 这个函数的导数它是由两个函数相乘得到的 首先我们来求第一个函数导数Y等于RX乘以3X 再加上X平方乘以第二个函数导数 第二个函数3X的导数是cosX 因此我们求的导数怎么使用梯度下降算法呢 梯度下降算法就是每一次我们得到一个导数以后 然后在当成的X上面的值减去导数的值得到了一个X新的派的值 就是完成了一次这样的迭代的过程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式子 我们新的X的值 因为我们这里要求的一个这样的X新 X新就表示最右的X新也就是nose function取得最小值的时候 X的一个取值情况 我们要求X新 那么我们通过迭代的过程来计算 怎么迭代 每一步迭代就是一个梯度下降 我们梯度下降是怎么来的 是用当前的X的值减去 在X出这个Y函数在X出的导数 得到一个新的X派 然后新的X派在循环这样的反复的迭代 大家来看左边的一个情况 左边的就是第一零次迭代 X的值取值在这个区间大概是2.5 然后我在X2.5处它的导数是多少 比如是这里是-0.9 然后我X的值减去-0.9 我们这里会乘以一个搜方倍数 使得它每一次调整的量不会太大 我们这个搜方倍数叫做Learning Rate 大家可以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Learning Rate就是学习的一个速度 因此我们通过调整这个学习速度 比如说这里的学习速度是0.0005 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我们每一次求到了这个T度 DataX 比如说是1或者是-1 因此它对X的变化量 它会乘以一个什么 会乘以一个非常非常小的Learning Rate 再乘以DataX的导数 因此这个X的π的值 得到了这个Xπ的值 它会变得比较比较少 比较比较少的话 它就需要多次的迭代 我们来看一下最左边这幅图 就比如说它这里的一个T度是-0.9 -0.9的话 2.5减去-0.9 本来是3点多 非常非常大 但是它因为乘以一个Learning Rate以后 就变得比较小了 这样子的话 它会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往下降 大家看一下 降到这里以后 这个地方的T度是不是接近于0呢 因此从理论下面来讲 如果X等于比如说等于5的时候 它这个时候Xπ等于多少 Xπ等于5减去None Rate是0.005 乘以这个T度 这个T度就是0 这样子的话 它会Xπ还是会等于5 就会一直找到这个点以后 就会不动 实际上的情况 因为这个T度讯息不一定会是0 它会有一点点计算误差 所以说它会在5周围 进行一个一定程度的抖动 但是总的来说 我们通过这个T度相加算法 都会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解 它会在我们理论的最右解的一个附近 进行一个波动 然后不同的None Rate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像我们左边的这个None Rate 设置为0.0005 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这幅图 像None Rate 我们把它调大为10倍是0.05 其实也算是比较小的一个量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每一次的这个步长 就比如说到这里到这里 它这个步长比较大 因此导致它一次前进的步数太大了 它调整的步数过大 也就是说Xπ等于X减去0.05 乘以一个T度 这样子会导致Xπ和X的变动的量 会非常非常大 它就会在我们最右解的附近 会较大程度的一个波动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我们希望是看到它慢慢的 毕竟我们最右解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Learning Rate 如果我们不要Learning Rate 也就是默认为这个地方是1的话 可以看来到 它每一次前进的这个步长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会出现一个较大范围的波动 对于助学者来说 我们Learning Rate一般设置为0.001 像有些比较简单的情况 像Minist的数据集 手写数字 它可能会是0.01 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 以及各种各样新奇的算法 我们就要探索不同的Learning Rate 看最右边每一种不同的求解器 这个求解器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公式上面做一些额外的优化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得到的XPi 不只是通过这个公式进行的更新 我们还会考虑到上一次的前进方向 要不要与这一次前进方向保持一致 加了各种各样的约束以后 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T度下降的求解器 但本质上来说 它的核心精髓还是这个公式 大家只能了解这个公式就是T度下降的精髓就OK了 它会加了各种约束 导致这个求解的过程速度会变得更快 而且求解到最优解的这个精度也会提高 目前来说 大家用来讲了做的 这是原始版本的SGD SGD这个G就是Gradient D就是Descent 还有这个RMSProp 以及最常用的是ADAM 这个求解器 OK 在我们了解了T度下降的精髓以后 我们来看怎么求解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 首先我们看一下二元一次方程 我们在初中就已经学过了 Y等于AX加B 我们这里把A改成了W 我们现在看一下一个具体的二元一次方程 就比如说这个方程 我们这里没有用一个整数来表示 但是这个求解的过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即使不是整数 我们简单来运算一下 新算一下 就比如说这是2 这是1 我们用2减去1会得到什么 2减去1会得到W等于 比如说是1.5左右 W会等于1.5左右 我们这里就不精确求解了 然后我们把W等1.5带进去这个1里面 就会得到什么 就会得到B等于1.5减去1.567减去1.50.067左右 我们这里是通过一个新算的过程快速得到解 然后实际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计算器来非常精确的得到这个方程的一个准确的解 然后这个解大概是1.477和0.089和我们新算得到已经是非常接近的 我们初中教给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消源法 通过消源法我们是可以得到这个方程的一个准确解的 就比如说不管你给任何的参数 W等于X1加B Y2等于WX2加B 这个方程我们是可以直接推导出 W和B的这样的一个公式表达 这种方法可以精确的求解的就叫做ClusterFoundSolution 实际上可以精确求解的东西并不多 现实生活中我们拿到的数据 我们观测到的东西都是有一定偏差的 因此对于实际的问题 与其说求一个ClusterFoundSolution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近似解 这个近似解在经验上面被证明可行 这样子就已经达到我们目的了 我们不需要一个非常准确的ClusterFoundSolution 我们把这个问题变得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拿到的数据 往往都是带有一定噪声的 或者说带有一定观测误差 人会有自己的主观意志在里面 使得我们拿到的数据样本会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在原来的Y等于WX加B上面 添加一个随机的高斯噪声 这个高斯噪声它是采样自均值为0.01 方差为1的一个这样的高斯高斯Distribution 这个高斯噪声上来说是比较小的 但是因为它的存在 使得我们拿到的这个数据样本是不是准确的 就比如像这里 我们现在拿到了两个方程 我们同样的道理是可以求解的 因为我们引用了误差 所以我们希望多观测几次这个数据 来求得一个平均的稍微好一点的解 这样子的话 与其观测两个数据点 得到误差可能会稍微有点大 因为我们这里会有噪声点 我们会观测一组数据 通过观测这一组数据来求解 这一组数据之上的一个 整体表现好的一个这样的解 这样子 这种解虽然说它不是Close Found Solution 但是它被我们经验证明了 可以有良好的表现 已经可以达到我们的需求 因此对于实际的问题 我们往往都不会像初中时候 只给出两个这样的观测样本 就比如说翻乘1和翻乘2 我们就可以求解了 这往往是不准确的 我们往往会拿到一个100组 甚至1000组这样的方程组 然后通过求解这1000组的方程组的 一个整体表现好的一个这样的参数量 来把它作为我们这个方程的一个解 我们把它写成矩阵形式就是这样子 w乘以x加上b减去y 然后我们希望求解的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写成这种形式呢 大家回忆一下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例子 比如说y等于x的平方3x 我们使用剃头下降算法是求什么 是求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对吗 我们求这个函数的最小值 但是对于 y等于y等于wx加b这个方程来说 我们是要求y的最小值吗 我们不是 我们要求y和wx加b之间 这两个差最小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求解的这个w和b的参数 使得wx加b这个值更加接近于我们真实的y的值 因此我们并不是要求y的几小值 我们是希望求y和wx加b之间的和最小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来衡量它们之间的差距 我们比如说 我们希望求y和xwx加b的平方和最小 通过求它们的平方和最小 优化这个新的函数 我们新的这个新的函数叫loss函数吧 我们希望求解loss函数的一个几小值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达到达到了什么目的 达到了y和wx加b之间 会接近的一个这样的目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loss function是不是大于等于0的 当loss function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y等于wx加b的时候 因此我们求解loss function的最小值 也就是求y等于wx加b 或者说y近视于wx加b的w和b的一个取值 这也就是我们构造一个这样的几小值 构造一个这样的